此题问的是内分泌何者正确 还跟你讲一选两项这么好 A选项 胰腺细胞除了分泌消化酶之外 也可以分泌生糖素跟胰岛素吗 直接打个大叉叉 因为他讲的是胰腺 主题是胰腺 有腺这个字的都是外分泌腺 有管道的外分泌腺 可是我们分泌内分泌也是内分泌腺 所以谁分泌胰岛素跟生糖素呢 那个组织叫做胰岛 对 所以不是胰腺 是胰岛分泌胰岛素跟生糖素 A错了 B选项 你没有 对 高一有这个课程 负甲状腺素 又叫做生钙素 所以他可以调节学义中的概率浓度吗 对 负甲状腺素别名叫生钙素 这个你们有听过口诀吗 口诀很白痴 但是就是白痴才记得住 大富翩翩生小孩 大富翩翩 大富翩翩生小孩 所以富会跟生在一起 负甲状腺素就是生钙素 所以甲状腺分泌的是降钙素 因为负跟生因在一起了 大富翩翩生小孩 因为有两个基础常搞混 一个是负甲状腺分泌的 一个是甲状腺分泌的 他们都会调节血钙 负甲状腺素就是生钙素 而甲状腺分泌降钙素 大富翩翩生小孩 所以B是对到负甲状腺素 可调节钙离质浓度 因为它是生钙素 这个素的字 越写越丑 好那我们再来看C选项 肾上腺素 是由肾脏的水质分泌的 而皮质分泌的叫肾上腺皮质素 包含葡萄糖皮质素 矿物性皮质素等 所以C是错在 错了啦 是肾上腺水质 而肾上腺水质分泌的肾上腺素 可让心跳加速血压上升 没有错 就是你紧张的时候 肾上腺素激增 会让你血压增加 心跳加速 好所以C是错的一 诸旋下分泌 分泌就是生小孩的时候 脑垂腺后液会分泌催产素 而它会让子宫平滑肌收缩 好错在哪里呢 这太贱了 错在不是分泌 我们会叫释放 其实我觉得这种考虑我很讨厌的 就是玩名词游戏 催产素是 下四丘制造 脑垂腺后液释放 所以我们不能用分泌这个动作 分泌代表是你这边制造的 所以这题要改成 我在脑垂腺后液释放 而在下四丘制造出来 所以诸旋错在动词用错了 好医学项 导完的细菌管之间的尖子细胞 会分泌雄因激素 会影响发育吗 对呀 管间细胞分泌搞固酮就是雄因激素 所以E是对的 所以要一路瞄起来就有B跟E是对的 那个猪是动词不对 我不太喜欢这种考题 但是这种考题常常出现 分泌就是指你要产生它 但是这样这个激素 不是脑垂腺后液产生 脑垂腺后液不会产生激素 它只负责释放 而脑垂腺后液的激素 包含催产素 另外一个叫ADH 抗尼尿激素 都是夏日秋制造的 送到这边来释放 控管吗 会 而且控管的机制 高三就会教你了 为什么是那边制造这边分泌 的原因我会跟大家讲 为什么是AD生产 乙滴出货 AD生产 B滴出货 我们在高三会解释为什么 好 我们先到这儿